今天虽然说没跳 但是我们把表现得非常好 下飞机的时候 刚下来蒋介乎给我说 班长你摸衣服都湿透了 说紧张谁不紧张 差点就跳了 我很激动的 我那些其实真的 孙杨讲一下你的感受 说一下 我今天在看完他们以后 我用什么比赛 我都不紧张 我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努力 和团队一块努力 在我自己的事业上面 也为中国游泳 再献出自己更大力量 不错啊 给孙杨鼓掌 你去哪儿说 张涛 讲 看到讲的时候花了 讲 觉得特别失望 说完了 接着说 你不是有话说吗 是 当我上飞机的那一刻 我的心里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我看到那些战士们 一个个开始做跳机准备的时候 我也还是很紧张 但是 到机场门打开的那一刻 他们一个个跳着去的时候 我的心 努比的激动 澎湃 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 我一点都不紧张 我就想往下跳 我也要像他们一样 跳 跟我的战友一块 跳 所以 我很遗憾 今天这次任务 没有成功 但是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相信 我跟我的战友们 一块粗粗粗地跳下去 而且很顺利很安全地降落 因为我们是空将兵 在这里